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从两岸海陆空三军的主战武备方面入手进行一个比较 解放军这边的陆军主战武器是99A型 此外还有96B和15式轻毯 从主炮口径来挑选的话 就以15式轻毯来对比熔虎比较合理 15式轻毯群重36吨 还额外再增加附加装甲成员三人 一门105毫米线糖炮 一台900马里八缸涡轮增压柴油机 公路时速70千米 作战范围约为500公里 虽然和熔虎使用的是同口金火炮 但此105非比105可比 其原型可追溯至从英国进口的L7型105毫米线糖炮 经过全面优化和扩大钥匙容机 使用特种金属穿甲弹时 1500米距离 15式坦克炮袋穿甲威力 据说可以达到800毫米 好称全球最强105 有趣的是15式似乎也采用了 核向式瞄准系统 但由火控计算机控制 能自动测距 自动装定射击猪源 自动瞄准 还能实现自动跟踪和自动射击 炮手只需要选择合适的目标 按下按钮即可 海军主战武器方面 护卫舰 台湾海军服役时间最短的 是2018年入役的成功级护卫舰 112号 115号 排水量为4100吨 原为美国海军佩里级护卫舰 泰勒号 盖瑞号 入役后改名为 鸣船号 缝甲号 主战武器为一门 奥托76毫米单管舰炮 一座MK13单臂防空导弹 可发射标准一型中程防空导弹和雨叉导弹 一座密集镇进防炮 两座三连装鱼雷发射管 舰员编制217人 航速29节 航程8300米 总体上来说 尽管入役时间短 但由于原型已在美国海军服役30多年 所以综合电子对抗 雷达探测 火力输出性能均大大落后于当前水平 这也代表了台湾海军目前的状况 大陆这边海军新舰层出不穷 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在下饺子 按排水量来说 本应该对等054型护卫舰 但从火力水平上来说 拿056轻型护卫舰对比更为妥贴 要不然就太欺负人了 056A型导弹护卫舰 是056型的改进型号 2014年开始进入现役 满载拍水量1440吨 前甲版一枚PG-26型76毫米速射炮 两座双连装 英机8-3反舰导弹反射架 还可容纳鱼巴火箭反舰鱼雷 一座八连装 红旗石进程防空导弹发射器 两座三连装鱼雷发射器 两座PG-17型 30毫米单管机关炮 两挺12.7毫米机枪 056A演习了前代的多任务 多用途 轻 小 快省的特点 编制75人 航速28节 是近海防卫的力气 虽然吨位上比成功极小得多 但由于航电系统先进 五倍齐全 综合水平远超后者 空军主战武器方面 战斗机 太空军方面的现役战斗机 总数约为420余架 但抛开老旧状况不佳的金国号F-51 幻影2000 具备战斗水平的 也就正在陆续升级为F-16V水平 数量大概阶级200架的美制战损战斗机 该机实力不容小觑 尤其是升级为F-16V之后 具备发射AIM-120中矩弹能力 可进行超视距空战 武器挂载能力也很强大 主要驻守在嘉义和花莲空军基地 解放军空军中能与之对比的机型 为歼式C型 属于三代半技术水平 总数接近468架 相比台版F-16V 以前都认为双方发动机是差距最大的 台版F-16V源自第20批次F-16AB型号 发动机没有改变 依然是普惠F-100PW-220涡轮扇发动机 加力推力达到106千牛 使用额制AL-31F发动机时 最大推力只有89千牛 动力确实稍显不足 但歼10C已换装WS-10B国产涡扇发动机 最大军用推力约为达到了135千牛 这使得心脏病问题彻底痊愈 下一步正在向着矢量喷口发展 再配合源自G-20隐身战斗机的 先进航电技术的加持 G-10C成为东亚地区最强单发战斗机 应该没有太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民进党上台之后 台湾岛内的舆论环境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如果说以前的台湾还有爱国统派人士的一席之地的话 如今的台湾已经是彻底陷入了绿色恐怖之中 蔡英文以及民进党用媒体给岛内的年轻一带洗脑 民进党的台独野望已经显露无遗 特朗普上台之后 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大陆的一系列针对性政策 无疑是给了民进党橄榄枝 有了美国自为靠山 蔡英文在面对大陆时更加嚣张 甚至开始所谓武力挑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从9月份开始 解放军东部战区就加大了在台湾上空 进行战机巡航的频率 这让台军疲语奔命 苦不堪言 事实上 包括台军前陆军司命在内的多位高级军官 在此前参加电视访谈节目时 都曾明确表示了对台军真实战斗力的严重质疑 这样的一支武装力量 不管接收多少次美国政府提供的军售 都无法真正承担起整个台湾岛的防务工作 两岸之间十分悬属的军力对比 更是不可能通过外人援助的方式来得到彻底改变 然而部分民进党政客不是这样想的 在他们的眼中 只有自身的政治利益是最重要的 如果台军不堪重用的话 那就想办法让全台湾的民众都捆绑在台独战车上 此前民进党政客提出的所谓全民国防 就已经引起了岛内舆论的激烈声讨 如今看来这种情况恐怕只会愈演愈烈 而除了这些之外 蔡英文和目前的台军高层 也在想其他办法来增强台军的战斗力 据台湾媒体报道 目前台湾防务部门已经报请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核定 2021年元旦在北部地区扩边第109步兵旅 及南部地区扩边第117步兵旅 预计到2023年年底将会增加5个旅 这一消息已经被一位台军将领所证实 而他给出的具体原因则是 来自解放军的压力越来越大 此次扩边属于台防务部门 提升后备站里专案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自1997年李登辉执政期间 开始执行台军惊事案之后 台湾的首次扩军 蔡英文选择在这个敏感时期 宣布扩军目的不言而喻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表示 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 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干扰和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推动一系列谋独行径 勾连外部势力进行挑衅 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台独是绝路 搞对抗没有出路 邪阳自重只会自食恶果 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 停止任何谋独挑衅言行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的正规 两岸就能重启对话协商 两岸关系才能改善 台海才能和平稳定 回到最开始的话题 简单的对比虽然粗糙了些 但从这些基本的实力对比 不难看出 皮肤岂能汗大树 胳膊是拧不过大粗腿的 况且在装备对比过程中 笔者已经有同情台军 故意放水的嫌疑 如果有人问你 对岸国军能抵抗多久 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不同的观点 您的订阅是对金湖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